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联合石化并非中石化集团 并且据推测中石化是构建了12月25日到期的部门特员又复杂七成组合 当出现巨额亏损之后 中石化集团由于对于业务并不熟悉 需要重新组织专家团队评估 目前只能知道一个账面亏损总额 究竟哪一块算套保哪部分 是投机中石化总部仍然没办法核算损失 否则一定会站出来澄清事实 而不是如此被动的任凭消息发酵 中石化组合可能被国际金融大鳄 针对了聚该专业人士推测 联合石化团队应该是用数倍杠杆 卖出了看跌期权 构建了一套12月24号 北京时间25日到期的复杂七成组合 包含买入和卖出多个月份 多个行权价格 多个交易所合约的超级七成组合 由于仓位较大成为了投机盘眼中的猎物 实际标的物并未可知 在此选用纽约原油期货行情 作为实际标的物 并未可知在此选 用纽约原油期货行情 作为势力后来WTID破50的破位下杀 包括平安业原油市场的暴跌 应该就是国际庄稼专门在杀他们的 期权行权之后 12月26日 国际原油市场的超级反弹价格上涨超过10% 他们被国际金融大鳄针对了 高盛在这其中的角度 有一些暧昧 我不知道高盛是否参与了期权的设计 但是我知道 高盛今年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期权交易平台 定价有时候低的超乎想象 经常会有所谓的套利机会 出现这其中是否有诱导交易的行为不好推测 但是将太公钓鱼院者上钩 如果大家只是做套期保值的话 那么本身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期货套保是好事整顿好了 还要继续做该一类人士表示 套期保值有赚有亏很正常 我们国家其实对于套保策略 确实有一些限制 比如限制做空范围 但是限制交易策略 并不能成为巨额亏损的原因 亏损的原因 很可能是突破了自身的风险控制规则 造成了过失 毕竟如果传闻是真的亏损了数以亿计的美元 那么意味着行情看着了 赢利也会非常巨大 在巨额的利益面前难免有所动摇 对于国家全面梳理央起套保 该人士认为 2019年国际金融形势 很复杂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 金融市场大波动 可能很难避免在这个时候进行梳理排查 虽然业内觉得很折腾 但是也可以督促大家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强调 利用金融衍生品套保的重要性和强调 规章制度并非是坏事 套期保值本身是一个好东西 可以帮助企业 稳定长期成本有利于生产 毕竟 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使用进口国了 利用好金融市场是大趋势 只要企业坚持套期保值的原则 而不过度参与 相信利用期货市场 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稳定进口的 往期回顾版权说明 如转载设计版权等问题 请发送消息至公众号后台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WUJIANUATSTAFF.SINA.COM.CN